我们知道第五代战斗机之间差异那么大 最明显区别就是在于发动机 航空发动机作为飞机的心脏 代表了现代装备制造业的最高水平 而军用航空发动机更是战略空军的基石 所以想要在战斗机改进上有所突破 发动机就一定是所有技术突破的重中之重 目前世界上航空发动机技术掌握最佳 最优化与权的仍然还是美国 世界前三的航空发动机研发与生产公司 美国就占了两家 分别是通用电器和普惠 G1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综合性动力和设备制造商 向世界上单台引擎推力最强的民航发动机G190 最优越的民用引擎CF680CE 最强大的涡轮轴发动机CT78系列 都是G1的杰作 使用广泛的波音737 使用的CMF56发动机也是G1牵头研发的 而PW公司则是世界知名的军用涡甲涡扇发动机制造商 直升机用涡轮轴发动机及民航制造商 其生产的发动机以军用为主 例如F15 F16的标配动力之一F100就是PW的 同时F22的标配动力F119也是PW的 足以可以见美国在航空发动机领域的地位了吧 要是让火力军对航空发动机进行分类 只需分成两类就好 一类叫美国 一类叫其他 今天就让火力军和大家一起探索 美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商用喷气式发动机 G19X和最顶尖推力超过20吨的战斗机发动机吧 在视频开始前大家要先明白商用和军用航空发动机的区别 商用航空发动机一般都是像运输机客机所用的发动机 军用则一般只战斗机的发动机 这俩完全是两码事 前者所追求的大推力来自于涡扇发动机的超大含道比 就是利用发动机外含道产生绝大部分的推力 所以我们看到那些巨无霸发动机一般都是商用的 当然缺点就是飞行产生阻力也十分巨大 并不适合超音速飞行 并且还装不进战斗机的机体内 相对的 战斗机用的涡扇发动机叫小含道比发动机 其含道比一般都在1以下 而运输机客机这些一般都大于1 甚至达到5以上且还有增大的趋势 所以大含道比大推力的只适合民航运输机 小含道大推力的才适合战斗机 而在所有的军用发动机中 火力军还是比较喜欢F119发动机 15.6吨的推力 10.7的推重比 更重要的是它是F22的心脏 回到世界最大的商用喷气发动机G19X上 在过去的20多年里 G190一直牢牢占据最大商用航空发动机的名号 是全球最大推力最强的商用发动机 但如今在经历过近5000个小时和8000个循环的测试后 G19X发动机获得了FAA试航许可证 将正式安装在波音777飞机上运行 G19X也正式从它的前辈G190手中 接过世界最大商用航空发动机的桂冠 G19X发动机是通用电器公司 专为新一代波音777系列飞机研发生产 其提供的推力可达134300磅 接近61吨 打破了由G190 115B发动机保持的 127900磅推力的记录 成为当今世界上推力最大的商用喷气式发动机 134300磅推力是什么概念 美国F16EF战斗机的发动机推力约为32500磅 美国第一艘载人亚轨道运载火箭 水星红十三号的推力为78000磅 也就是说 G19X发动机产生的推力是战斗机的几倍 甚至比火箭发动机还要大 值得一提的是 G19X发动机在最初设计时 推力预测为10万磅 但实测时的最大推力达到了13.43万磅 这对G19X公司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惊喜 G19X发动机风扇直径达到3.4米 近期到直径4.5米 就算是2.26米的NBA球星姚明站在前面 也显得十分渺小 但是它巨大的体型并不意味着超重 因为它的单个发动机重量仅仅只有9吨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动机 G19X非但不吵还很安静 在试飞阶段 G19X公司首席试飞员乔恩欧曼就曾说到 虽然G19X是世界上最大的飞机发动机 但它的设计要比G190更高效且安静 如果按照每分贝推力棒数来算 G19X也有可能成为世界上噪音最小的飞机发动机 G19X发动机的噪声水平相较于G190-115B噪音 降低了9分贝 堪称商用发动机的巅峰之作 而在高效的空气动力设计 先进材料以及数字化运用技术上 G19X发动机采用超高增压比的高压压气机 前5级采用整体液盘结构 使其寒道比为10比1 增压比提升到27比1 如果再加上三级低压压气机 那么G19X发动机的整体增压比 将由42比1增加至60比1的程度 这意味着该发动机可以最有效地 利用所吸入的空气提高燃油效率 再加上采用第三代双环预悬瓶油燃烧式 G19X能够大幅提高效率降低排放 同时燃油效率相比其前身提高10% 也为航空公司省下更多的燃油费用 而且G19X发动机中的一些高温部件 是由超轻耐热的CMC陶瓷机 复合材料制成的 因此可以承受高达2400华氏度的温度 这也使得G19X发动机具有更高的燃烧效率 更强的发动机性能和耐久性 最夸张的是通用电器的工程师们 首次采用3D打印技术来制造发动机的零部件 像低压涡轮叶片上就采用了3D增材制造技术 使一些原本非常复杂的技术 在利用3D打印技术后让其变得更简单 另外G19X发动机的风扇叶片 也由原来的22片减少到了16片 这也是航空发动机有史以来第一次做到16片扇叶 并且是使用了第四代复合材料的风扇叶片 叶片采用的是硬度更强的碳纤维和新型环氧树枝材料 相较于传统的钛合金 风扇叶片更加轻盈耐用 不仅减少了维修 而且提高了发动机的性能 与GE90系列发动机相比 其重量在减轻了25%的同时 又提高了将近6倍的耐用性 到目前为止 GE9X发动机已经经历了数百小时的严格测试 包括灰尘 冰碎片和水的测试 同时完成了3000次模拟起飞与降落 这也是为什么GE9X发动机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动机 能够在安全性耐久性等方面达到很高水准的原因 可以说GE9X结合了最先进的设计理念和制造技术 是尺寸功率和燃油效率方面最完美的结合产物 GE9X发动机在2018年就完成了它的型号的认证 目前已经确定它将被美国新战机所采用 大概率会和TF-391型涡轮发动机一样 来分担美军运输的任务 也正是由于GE9X发动机的出现 才使得美国在航空发动机领域 又能继续充当领跑的位置 同时也让其他正在努力追赶的国家 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 比如俄罗斯 万年老二的称呼长半余生 自苏联解体以后 俄罗斯的日子一直就过得紧巴巴的 没钱搞研发 没钱购买新的武器装备 导致其现役的不少武器开始逐渐落后于主流水平 但即使在如此拮据的情况下 俄罗斯依然在保持核武器和航空发动机的研发与更新 只不过俄罗斯的航空发动机水平 一直未达到世界第一 被美国死死的压着一头 与美国的航空发动机相比 俄罗斯的产品有三大致命缺陷 首先就是推力 俄罗斯目前推力最大的军用涡扇发动机 应该就是苏武器的产品30始量发动机吧 根据俄罗斯土星科研生产联合体提供的数据来看 产品30的加力推力约为18吨 在推力上超过了F22所使用的F119 二元始量发动机的16吨 达到了世界第一梯队水平 换装上产品30的苏武器战机 不仅可以在格斗中获得极大优势 而且在超市巨作战中能够迅速跟踪并锁定目标 但是我们要知道 产品30发动机是俄罗斯现代的产物 而F119发动机则是美国上世纪80年代的产品 即使被俄罗斯超过了也很难说明问题 而且基于F119研发的F35战机所用的F135发动机 其量产使用型号的加推力就已经超过了18吨 况且近期美国普惠公司又对外透露称 F135发动机将测试新型号 该发动机的推力将会刷新世界纪录达到23吨左右 大幅度超过了俄罗斯的产品30 从而使得装备该型发动机的F35战斗机作战性能得到大幅提高 可以说目前没有任何实际装备战斗机的加力式涡扇发动机能够起击 其次的缺陷是使用寿命 俄罗斯的产品一向以粗糙著称 其上一代AL31发动机的最大使用寿命只有1500小时 而AL3EF的魔改版117S发动机 虽然俄工程师将其寿命提升到了3000到4000小时 但是其大修时间仍只有1000小时 所以我们可以预估 即使产品30发动机使用时间有所增加 但也很难超过5000小时 反观美国军用航空发动机 其使用寿命大多数都已经达到了甚至超过了5000小时 尤其是F135发动机 它的全周期使用寿命更是高达6000到8000小时 这一对比俄罗斯的成就多少有些不够看的 除此之外 双方的差距还体现在材料上 美国在航空发动机上已经实现大规模采用复合冷却空心叶片 目前正朝着金属间化合物的双层壁超冷叶片方向发展 该技术厉害的地方 据推算是能够承受发动机的涡轮前温度达到了2200开尔文 推重比增加到12 推力也将进一步增加 可能这就是材料的力量 航空发动机的增推到底有多难 F135推力达到23吨之后还能继续增推吗 回顾喷气式发动机的发展历程 从早期的第一代喷气式发动机J57AL7F到第二代G79J85M53和R29 再到第三代F100F110AL3EFRD33以及FG200M88 最后是目前最先进的F119F135等型号 可以说无论每一代的技术标准和特征如何变化 增加推力都是一个亘古不变的主题 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 增加喷气式发动机推力的基本原则 就是尽可能增大单位时间内发动机的进气流量 更好的利用燃料燃烧后产生的热量 并对发动机各个部分进行更为有效的控制 从这三个方面出发 也就产生了增推的三个基本途径 首先是增加发动机进口圆节面的直径 进而增加发动机进口的面积 因为发动机进口面积越大 单位时间内吸入的空气也就越多 所产生的推力自然也就越大 而对于目前世界各国先进战斗机普遍采用的涡扇喷气式发动机来说 含道比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单位推力的大小 为了尽可能提高单位推力 就需要降低含道比从而增加风扇压比 另外还可以通过增加风扇与压器机的总压比和每一级的压比 这样也有利于增加发动机的推力 其次是在燃料热能利用率上 一方面要尽可能提升涡轮进口的温度 另一方面则要对燃烧式和加力燃烧式的结构设计进行改进 比如优化喷油系统的设计等 再者喷气式发动机的控制系统也要进行不断的升级和改进 从最初的机械液压式到模拟式电子控制系统 再到目前最先进的由计算机负责的全权线多通道数字式电子控制系统 其效率已经成几何数量级的提高 虽然方法和原理一直有用 但是如今的喷气式发动机已经发展到了第四代 甚至是第五代 增推技术也已经越来越难攻关了 另外喷气式发动机增推技术除了结构设计的优化以外 更多的则是依靠新制造加工工艺和新材料的出现才能有所突破 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涡轮盘以及叶片材料的加工工艺 所以F135发动机想要在实现23吨推力后再进一步增推 那必然是要建立在基础科学又有重大突破的前提下才行的 最后提升涡轮进口温度是增加喷气式发动机推力最为直接和有效的办法 比如第三代喷气式发动机M88的涡轮进口温度已经达到1850开尔文 而第四代喷气式发动机F119的涡轮进口温度更是高达1973开尔文 这么高的温度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当今涡轮盘以及叶片所用的耐高温材料的极限 未来第五代喷气式发动机的涡轮进口温度预计将突破2000开尔文大关 如果无法研制出能够达到这一要求的耐高温材料 那么第五代喷气式发动机也只能是一个空谈 目前世界上正在研究和使用的喷气式发动机耐高温材料 包括高温合金 钛合金 金属坚化合物 南融金属材料 金属陶瓷材料和复合材料等 这些耐高温材料的各种元素配比组成 制作工艺以及成本 耐用性和可靠性等等 都需要长时间以及大量人力 物力和财力的公关试验 而且试制出成品器件之后 还要安装在喷气式发动机上进行长时间的考核试车 考察其性能 如果一个国家的航空工业 没有极其强大的技术储备 人才队伍 配套试验设施以及雄厚的财力支撑 是很难突破这一关的 而当今世界上真正具备这一实力的也只有美国 其他几个航空工业大国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短板和软肋 反映在型号研制上 便是其他航空工业国家 还徘徊在第三代喷气式发动机 并努力向第四代迈进的时候 美国已经在第四代喷气式发动机改进上 取得了极为傲人的突破性进展 并且正在从容不迫将发展重心转移到第五代上 可以说 在整个航空发动机领域 这也是为什么火力军愿意将航空发动机分为美国和其他的原因 虽然俄罗斯已经成功研制出与F22同一代的苏武器重型隐身战斗机 但是在喷气式发动机方面 与美国的代差不仅没有缩短 反而在以更快的速度扩大 美国航空发动机商用上有G19X 军用上有F119、F135 其航空发动机技术真的无愧于世界第一 好了 关于美国航空发动机 大家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我们一起讨论 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给你再感会 对